哇 要这样爬上去哦 今天和一群志工朋友走东卯山登山步道 我对中极山步道的印象 就是走在树林里沿途展望不佳 攀升落差大 换句话说 看不到美景又会走得很累 所以对这次的登山活动虽然充满期待 但也担心走不完全城了 今天的集合点在古关大道院 这里有宽广的停车场 也是唯一有水彻的地方 登山前别忘了先解放一下哦 从古关大道院到登山口约有1公里的路程 到登山口了 东卯山海拔1690公尺 是古关七雄中的老五 前段为台电宝县步道 总长单程约6.5公里 若从古关大道院开始计算 则为7.55公里 花 晶花 白 鸟 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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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晶花 金 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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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有一天 那要遥满酒吧 然后它被用口的 对 又拍在 灰色鞋底 哦 你好 登山步道已至似 缓坡向上攀升 虽然是缓坡 但持续上升 也就不断的考验着肌耐力了 距离灯顶还有五公里 经过一片美丽的峭壁 转弯处可以看到大甲溪的马鞍水坝 在二公里处设有步道中唯一的一个凉亭 休息一下再继续前进吧 终极山的登山步道 沿途的展望多被茂密的树林遮掩 行走其中少了阳光的炙热 多了森林的硬凉 虽然汗流浃背 却不会过热难来 这块石头好像被人劈出来的 被那座山给吓到 这块树厚厚的树皮 呈现不规则的均裂 上面还有细小的沦路 近看真是漂亮极了 原来是二叶松啊 二叶松的真叶 两根一树 入味后不会分开 看到二叶松时 别忘了捡起落叶 祝个爱心哦 距山顶还剩下两公里 继续加油 诶 十月的杜鹃花 路边一棵岛木 树皮层零状裂片 还有五个一树的真叶 这是五叶松 五叶松真叶比二叶松短 掉落叶松 这叶会分离 这点和二叶松不同 在地上都是石头 还有树根 二公里后 沿途看到更多裸露的岩石 也因为不断的攀升 视野越来越凉阔了 偶尔一小段这样紧邻矮偏的山路 增添了步道的趣味性 抬头欣赏壮观的峭壁石 也要留意脚下的步伐哦 旗运这段路不满石块 似乎在遇到之后山路的状况 记得他们有超过我 然后前面有看到绿色的制服 对 他们在吃香蕉咯 感觉越接近山顶 沿石堆砌的山路越多 而且也比较陡 对角力的考验 似乎现在才开始了 在这里休息啦 我看了 接近中午十二点 已经有人要下山了 谢谢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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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比你看 这个石头 就这样子 好 再整个斜下去 有个盐麦 这山顶是裸露的岩石 这人家才把树干 树根弄个 剩下0.5公斤 对不用加挤 我有这么多一盐 弄成 我 还 没 我 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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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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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